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前阵子办研讨会 还有以及一些事情 比较忙 就停更了一阵子 很多朋友在问 怎么停更呢 事实上也不是停更 就是看心情 有什么说什么 比较忙就是暂停 在暂停的这个时间 有一些案子在进行 然后协助客户 我包含说这个 Transformer的modeling 就是变压器的硕模 或者称为叫建模 那有产生了一些PowerPoint 分享给我的客户 那我干脆就把这些PowerPoint 变成一个系列影片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那 这个变压器 其实变压器的一个整个 它的一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 应该可以自己上网找一下 一个完整的变压器 它的等效电路 大概是我们画面上 这个线路图 拿一个笔来画一下 那典型来说 你可能会有一个 那个绕线会有电阻嘛 所以在一次测 或者说圆边 副边 这种电阻 它会所谓的电阻 那绕线嘛 它会产生所谓的电感 称为叫那个漏电感 那这两个电感之间 会有偶合关系 所以它会有所谓的 互偶的一个电感 对吧 然后呢 自己在 自己的线圈 它每一条线之间 它也会产生寄生电容 所以会所谓的 这个绕线电容 绕线产生的寄生电容 那在一次测 跟二次测 各自会有一个电容 C1跟C2 那这两个线圈之间 也会产生 这个互偶之间的一个电容 那我们称为叫 C12 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线圈啊 它本身它会产生损耗 那有损耗 事实上也可以 等效上它也是一个电阻 那我们在这边呢 称为叫那个铁心电阻 RC 那我们这个系列影片呢 就将每一个参数啊 怎么把它量测出来 为什么要量这个 是因为 我们有些客户在 或者说朋友啊 他在做 那个模拟 就所谓的仿针的时候啊 就会 为什么我这个结果啊 这个波形很漂亮啊 那为什么在实际上不同 那肯定是实际对的吧 对吧 那你就要 必须把实际的东西 原原本本的 把它输入到你的 那个模拟上 你的仿针的一个过程中 那它产生出来的结果 才会是最正确的嘛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个 这个小小的工作量 在前阵子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系列影片 来教大家 怎么把每一个参数 都把它量测出来 不过这个完整讲完了 很长 那所以呢 我觉得一个影片不要太长 所以我们呢 把它分成 应该会有六个吧 一个一个来跟大家慢慢的说明 那首先我们这一次 这一个礼拜来跟大家讲讲 怎么去量 这里面的 换个颜色 怎么去量我们的 R1 那个漏感电流 L1 不是 漏感电流 那个漏电感 L1 以及它的 那个 护感 L 那个MAG1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简单的内容 那我们把它 等下电路图 把它拉出来 看我们要量什么呢 我们刚刚不是说嘛 我要量我的那个 R1 那个LL1 跟 那个MAG1 好 那要量这个呢 很简单 因为我只是要量 我的一次车 对吧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关键 我在量的时候 我右半边 这边是开路的 我就不要去接它 不接它 它就没有任何的 环路 没有环路 你就不会量到 那边的一个参数 好 那 这样的 这样子一接 我们就成为叫什么 在Border 100 这个设备里面呢 你可以 使用所谓的 One Port 这个功能 那One Port的功能呢 它顾名思义就是一条线接出来嘛 所以你只要接到它的 这个 你要接的所谓的一次车的那边 Primary Side这边 把它接着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那接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量测它的一个图形 那你想 我量在量什么 记得 在量测的一个 这个参数上 你把它选择 你要量电阻 RS 那你量到RS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 电阻基本上就是属于 直流的一个 那个电阻嘛 所以呢 你看低频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这边是一赫子 一赫子对应起来呢 这边是4.932 也就是说 大约是5欧姆 大约是5欧姆 那你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R1啊 基本上就是5欧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R1量回来了 量R1就是等于大概是5欧姆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量我们的肉感 以及我们的护感 但是呢 这两个电感呢 基本上 它是串联的 所以没办法区分 所以我们先定义一个参数 称为叫R1 R1呢 就是我们 这个 我串联电感 跟我的护感 所加起来的这个值 我们称为叫R1 你先把这个值量出来 我们才能 接下来来进行 它的一个量测 应该说来做一个计算 那在这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同样是用OnePol的这个方式 去量它 那同样的 这个量的时候呢 比较大的差异 这边要改成LOS 刚刚我们说RS RS就是量电阻 LOS呢 是量它的那个电感量 这个就把它区别 它自动会去帮你分辨 你只要 但是你要自己去切换 切换完之后 它会去做计算 那我们就可以量得到 比如说 在这个条线其实还蛮 还蛮平坦的 那我们在 比如说在40Hz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感量是 大概83.574mH 那这个值 其实是L1 也就是说它包含了 那个 你的那个质感 以及护感 那量完它的一个电感之后啊 我们说过 我们必须把它拆开嘛 拆成什么 我们又必须把它拆开成 这个质感跟护感之间的一个值 把它拆开 我才有办法在仿真的时候 或者模拟的时候 去输入这个值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次用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要量什么 我们量争议 等一下就知道为什么要量争议了 那我们争议 我们先定义为这个争议参数 我们定义为叫做G 那这个G的量法 我们必须知道什么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同样用这个把讯号丢到我们那个一次测这边来 但是呢 我们在Channel1去量输入端 然后Channel2呢 这是不一样 我们去量这个变压器的输出端 所以 它是有两个 那个Channel的比例争议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选One Port 我们选什么 我们选我们的Game Face 这个选项 去量它的争议的变化量 去量它的争议变化量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量到这个图呢 我们称为叫争议图 争议曲线图 那在这个争议曲线图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因为我是Channel2跟Channel1的比较嘛 那所以这个 对这个变压器来说 就是我在我的一次测 输入一个讯号进来 然后从 那个二次测产生那个讯号出来 对不对 那去看这个比例 的一个变化 那这边已经帮大家把公式收敛完了 所以这个G 在物理上 它的一个争议的 一个数学是 我就在这边 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推敲 那这个A 我们这个A 定例上就是 你的变压器的一个圈数比 变压器的圈数比 那我们根据这个参数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计算了 就是这个 这个电感量 以及这个争议量 我们就可以开始计算 这两个电感值 怎么计算 很简单 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个 那个 争议代表是什么 对吧 所以我们把它做一点 这个 刚刚那个数学式的 这种所谓的调整 调整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很好玩的事情 G 倚之 对不对 A 是你的那个 这个 圈数比 所以倚之 R1 是我们一开始就量出来的 就是我等效的串联电阻 这我是量出来的 L1 也是我量出来的 对吧 L1 不是就刚刚说的 两个电阻之间的一个 累积 这个是什么 L 这个是你的质感跟货感之间的 这个 累加值 不是说累加值 就加起来的一个值 我就这两个 这两个把它加起来 就是L1 那但是L1 已经量出来说已知 那都是已知 只有一个东西 位知 哪一个东西 位知 Omega 那Omega 其实指的 就是我们横走的一个频率 所以 这牵制到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那你比如说 开关频率是 1K 你就带1K 500K带500K 那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换穿出什么 Omega已知了 那整个右边的四值都是已知 我就可以得到什么 哦 我的货感是多少 那有了货感 那L1 我又已知 那我就可以计算出我的 那个自己的一个质感嘛 那质感有了 那 就是说 我们整个都可以去 换算出来 对不对 刚刚是我的货感 假设 它是在它这个假设情况下 它这个频率用40而已 这个无所谓 这只是一个范例 Omega 应该是带你自己的一个操作频率 那你就可以算出它的一个货感 以及它的质感 那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我们就计算出了什么 我们计算出了这个电阻 还有计算出这两个电感量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还没计算的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还有什么还没算的 我们有这个 这个C1电容 C12电容 C2电容 还有右边这整串都还没算出来 当然 还包含了这个RC 对吧 所以呢 今天的影片呢 因为比较简短 希望用简短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就好 太长了 没有人看 而且你也看得累 我们先慢慢来 慢慢消化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